過去農村時代生活很困難 在在江議市分宵出一台的機民 這是富汝朋友 減作破香咖 放出來賺一些收費 但是雖然時代變成 破香咖這項機械是漸漸的嚇一跳 所以江議市的林宋里 是特別邀請到破香咖的老師 在江議市普普館前的工程 中憲得這項傳統機械 又特別邀請到附近的學生金 作回來參加 當時讓他們來感受到 第一次破香咖的經驗 看起來很簡單的破香咖動作 30億經過很多年才會影響的技藝 尤其少就開始幫忙媽媽破香咖的老師 已經有十幾年的經驗 她拿去工具尿村舍 去抵押 用一支插桌就可以製造香咖 讓學生在好時不可思議 林宋里對王公里表示 早期文教廠也就是很知道 來婚宵禮一台 為在香火上身的地中的附近 本早期生活困苦 婚宵家的人為幫忙出來 人人都有一支破香咖的技術 你很知道這個技術也要走進立立宿 他們村每年都會幾萬元 讓學生了解以前香咖製造的生活 這個破香咖的歷史已經有超過百年 但是在三四十當前 這個假期代替秋冬之後 這個工具已經漸漸的 怕去歷史 臨民國八十六年 就是1997年的時候 我們這個 學校的這個 鄉土教學為種子 把這個工具重現江湖 所以到今年來說 我們已經 表演 每一年都有表演 從沒有停止 已經已經 將近有二十四檔的日子 今年 可以說我們二十幾檔來 所做的鄉土教學 第一次 本來我們把議事文化局 的這個報告官 頭前來表演 輸入我們這個工業 受到這個冠風 或是這個 我們所有人事的這個動詞 理財佩優卡的現場 改成了一段社會 入特教授 欣賞在美麗傳統企業 自鄉的這個技術 在雲霄社區 已經超過百年 過去我們有一個 這個美育 稱為雲霄社區的 香港花是我們這個 鄉的原鄉對不對 是我們鄉的原鄉 那麼雲霄社區 一年四季都開花 開的就是香蕉花 我們樂見 這樣子的一個技術 能夠傳承 讓我們嘉義市的文化抵禦 傳統的這個公益呢 能夠繼續分享給我們所有的市民 分享理事當年的 財佩優卡三地 向有香蕉原鄉的美麵 這特殊的地方團成 已經有百年 財佩儀教育課程 亦申加利這項合適合 財佩優債老師的產業之下 觀察到第一次 破香蕉的經驗 思想到民家的七彩虹 不得 財佩優債 嘉義市購物節開始囉 從今年11月1號 到明年2月6號 來嘉義市消費 取得發票 不限金額品項 打開LINE好友登錄發票 就能換積分 抽大獎 每一元積分 500分獲得一個抽獎機會 1000分獲得兩個 一個人最多 可取得20個抽獎機會喔 積分除了抽獎 還能參加加購王爭霸賽 神秘好禮加馬送 消費越多 等級越高 分有特色主題中 專屬線上商城 助你衝積分 拼聲等 此外 在活動期間 入住嘉義市特約旅宿 可獲得600元家傭金 獻領獻用輕鬆購 嘉義市購物節 吃喝玩樂 都在家 紅麥 開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